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嘉瑜老師 今天呢又來到了格局的時間 而且啊我們創下了一個輝煌的成績 昨天啊大根老師就跟我講說 欸你們錄格局的點閱率 居然比我趨勢講座的點閱率還高 這合理嗎? 合理啊因為我們有雙美 是啊也謝謝各位網友的愛在 他除了體積贏我們之外其他沒有 今天呢一樣為大家帶來兩個格局分享喔 那第一個格局我們要分享的是什麼呢? 好來我們第一個格局是 積良友善化己者 仲慾財官也不容 這邊的註解是寫 有功安積良實微向帝 衰逢凶化己 無力俱瞞亦然 積良友善 事實上積良既不會在有功同功 也不會在有功對拱 那因此這句積良友善指的是 天積跟天良分別在有位這個位子 那天積在有位呢是 天積聚門同功 那天良在有位是 太陽天良同功 事實上 毛友善有時候也會有一樣的組合 對公可以戒的時候 那為什麼只說有位不說毛位呢? 事實上呢在毛友善 對公可以戒的時候會有一樣的組合 那天積聚門在有位的時候 太陽雖然在旺位 但是呢天積和聚門同功會受到聚門心的影響 增加不安浪天積聚門呢 更有孤的這個感覺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碰到化己 這邊指的化己者很容易讓人家誤會是己心 這邊化己指的是 化陸化權化科 那種欲財官也不容 即便碰到化陸化權化科呢 對應在財博公跟官陸公上面呢 也不能當作他會當大官賺大錢 太陽天良這個組合的原因是因為啊 如果太陽在落縣位 有公安積良實為相帝 意思是說 這樣的人呢比較適合去做 輔佐人的這樣的工作 那他既然適合去做輔佐人的工作的話呢 那化陸是不是賺的就有限 那化權呢 當然不能奪權啊 那化科只得到民生而已 所以才會 眾欲財官也不容 這個容呢 偏向的是財富跟權力 而不是民生 那化陸賺的有限 那化權不適合奪權 尤其是碰到殺技的時候 反而更不好 這個就是他不容的原因 雖然他這邊寫 雖逢凶化吉 這個兩個組合其實是 還不錯的星藥組合 所以呢碰到殺技的時候 他有逢凶化吉的這個能力 但是呢 力量還是不夠的哦 所謂力量不夠呢 不是說他不能抵擋災害 而是說呢 他雖然可以逢凶化吉啊 但是呢不能給他帶來 很好的這個榮耀 那有些星藥遇到殺技的時候 反而還不錯 可是這個組合 如果碰到殺技的時候 頂多呢 只能說這個災害不會這麼的大 巨門毅然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就算巨門星呢 帶到鹿 帶到權 也會是一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這邊會特別講巨門星呢 因為呢 天涼這個組合呢 是陽涼 太陽為主 太陽會再落鮮味的話 那巨門這個組合呢 是天積為主 那即便呢 這個巨門星帶到鹿 帶到權呢 其實呢 也不太幫得了這個天積星 可是我這樣聽下來 其實在現代的的話 還是有比較好的發展 譬如說 我如果適合輔佐別人 那我找一個很厲害的人 輔佐他嘛 那這樣我的運行也會很高 對 你的上司是一個很有名 或者是很厲害的人 相對的你的位權 也會比較高一點 對啊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個格局是什麼呢 子威成旭遇破君 富而不貴有虛名 成旭二公呢 安命遇子威破君 時威限帝 必不貴也 縱使發財 亦無實受 這邊呢 子威成旭遇破君 那既然是遇呢 他就不會是在同一個公位 子威在成旭位時呢 子威天下會同公 對面是破君心 這個組合呢 富而不貴有虛名 意思就是說呢 他就算有錢 但是不會有很好的社會地位 那在香港中州派 會說這個組合是 造反之局 那一般我們都是講法都是 降在外君令有所不從 子威控制不了這個破君心 所以呢會有反叛的這個狀況產生 那甚至呢有些書上會把這個命格寫成是 反古啦 不忠等等這些不好的這些字眼 那既然講富而不貴 就表示說 他還是有富的機會 就像古書上面我們剛剛講的 風凶化吉 要先遇到凶才會有吉 這個是古人在寫書的時候 常常很喜歡偷偷用的一個梗 那他為什麼會富呢 因為這個子威心啊 他具有領導的才能 那天象星呢 他很重視周邊的人際關係 在外面他又是破君 這個人呢在外面魅力很好 浪漫也多情 也很有才華 如果在外面沒有受到其他的因素影響的話呢 他其實是一個能力好 甚至長相還不錯的一個人 可是這樣的人怎麼又會被說成這樣子呢 也是因為他的對公是破君心 他這個人呢 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夢想 希望自己得到的待遇 有一定的重視跟尊崇 那如果說他有這樣的想法 也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呢 他卻沒有遇到好的機會 或是重視他的老闆的話 他當然會有自己想要來創業的想法 他看不起他的老闆 他自己出來創業啊 那他的老闆是不是就覺得說 哦 他就是一個造反之局 背叛的人 古時候的人不喜歡這種人 其實呢 破君心只是追求他自己的夢想而已 這樣在外君令有所不從呢 為什麼古書上面都會寫得不好呢 這個就是因為 古時候的環境啊 不喜歡這樣特立讀行的人 跟這樣有想法的人 只要古人覺得不好的 他們就會在書上描述的 不是那麼的好 那你看他的能力這麼的好 如果運線走得好的時候啊 有夢想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然後在外呢 又敢拼敢衝 當然他就會有富的機會 那為什麼不貴呢 一樣古代的人的觀念是 你要一步一腳印的往上爬 你才有機會得到社會地位 那這個人你看他走到一半 他就走掉了 他沒有繼續往上爬了 那他當然就不會有社會地位的這個累積 這個就是他富而不貴的原因 因為他比別人敢拼 他的人生是不是就會相對的比較動盪 尤其運線走得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當然他就不容易去累積他的社會地位 在現在多元的社會裡面 其實具備自己的想法 然後有自己的夢想感 拼搏 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聽起來兩個格局 其實都有各自他美妙的地方 是啊 其實都各自有他的優點在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夢想 是很重要的 那也期許大家具備這樣的格局下的時候 了解自己的優點 知道自己可能哪裡會有問題 我們需要去規避他 規避那個風險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幫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格局哦 那這是今天的格局 我們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呢 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